今天的嘉賓是香港經濟學家諾嘉聰博士 KC好 你好 中共舊市近日下了敏約 是為了11的面子工程 就好像打興奮的樣子出現大將 所以難得出現反彈 大股東就趁這股透明波紛紛出逃 中國A股開高走低 港股也都大幅下挫 一波三折之後 中國股市似乎已經縮去反彈的動力 博士怎麼看呢? 我想每一次這樣的死谷 它都可以谷一輪的 之前那幾次你記憶中都有兩季的時間 谷了 所以又不要這麼早說它現在一下子就完蛋了 因為它都禮拜六還有東西說 當然市場你每一次做差不多的事情 因為在說近年07做過15做過 你做過這些事情的時候 一次又一次效應都是遞減的 一次比一次遞減 今次會不會又谷到兩季 谷不谷到4000呢? 這個當然就未必啦 但是它現在那個開戶的人數多了這麼多 突然間這麼多人湧去 這個你看回07的時候 也是有這個現象的 如果當一群人突然間開戶口湧去搞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那個市場呢它可能就相對於廣闊了 就是真的有一堆散戶肯進回去 那麼那個市場它上升的那個模式 當然都是因為散戶主導就比較瘋狂一些的 但是鑑於那個基礎是稍微闊了呢 就是不是說只是機構投資者去做的 它是散戶也有進去的 變成那個市場基礎被斷了的時候呢 我估計那個跌下來的那個水平也都未必會十分低 變成現在它最有可能呈現的情況 就是那些東西夾得上去 你說要短時間內再衝就難的 因為它也不可能說每個禮拜這樣開記者會 每個禮拜有新招出 出出一下也都大家看到都不是什麼新東西 可能出來出來都是那些東西 那所以沒什麼新東西出之下上會難 但是你鑑於現在一群人的看法可能不同了 你扔下來呢 你說扔到很殘呢 我們也覺得一定會的 是 根據這個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截至6月底 約有30%的工企業是出現虧損的 超過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期間創下的最高紀錄 那博士怎麼看呢? 虧損就沒有生意了 沒有生意因為經濟 就是 譬如需求頑固 需求頑固就是因為兩個原因 就是我都說過很多次 第一就是地產的樓價跌了下來 跌了很多 變成製造了一個財富收縮的效應 當然身家水家打狗的時候 大家花錢會有些影響 但是我想更加大問題就是不是這個 如果你說財富效應損失都是一部份的人 那大多都是窮的 說真的 窮那些其實就 他最重要就是有公開 但是過去那段時間呢 有兩個原因令他本身有公開沒有公開 第一個就是跟外面的關係急速惡化 很多外資走了 甚至走了也好 他之後那些新的需求都不放在你中國那裏 搬去別處 那變成造廠那些其實死了很多 有很多就是不能做的 那第二就是來鬥 就是你這個人很喜歡來鬥 那在鬥的時候呢 變成了舉凡對他有威脅那些 有錢的資本家企業也好 可能一個一個這樣鬥死了 那有些在未被鬥死之前就怕了先走了 那你都有一些流失的情況 所以你加上說吧 一個外一個來 那裏外效應加起來 那個生意少了的時候 就請人那裏都不會請那麼多 人工也都減緊了 加上加上剛才說的資產收縮效應 對這些資本家的影響就大了 他們叫雙重甲擊厲害一點的時候 就是加速了那個業務的收縮的情況 現在你還在說年輕人失業率的高 成年人都不低 沒有錢回來的時候自然就很難花錢了 所以谷消費它都是講義的 那個是高級的國美 那麼我們關注這個失業率 那麼城鎮的青年失業率 一直是衡量國家金融穩定性的指標 那麼去年中國青年失業率 就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是遠遠遠高於其他國家 那是不是講明了中國經濟環境 遠未結束呢 那青年失業率高呢 對中共是一種挑戰力的 面臨著社會動盪的環境 是博士怎麼看? 大陸一路做都是工廠模式嘛 那當然雖然說有升級的 但是那個產業的升級就不是很全然 就是你有一些要跟外面鬥的 比如說現在搞晶片 搞AI 搞大數據 那當然他不是完全做不到事 他都做到一些成績 但是畢竟這裡用人少的 這些說的是很top tier 很cream的人才來的 那些相對的人數小的 變成了對整個就業市場的幫助不是那麼大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做一些一般的事情 就是大陸的事情 那你大部分人做大陸的事情 你哪有這麼多大陸的事情 因為大陸的事情 現在就剛才說是在縮水的嘛 那在縮水你當然就很難給他一個位置 那另外就現在新的那些年輕人 他讀的那些東西 讀的那些科目 其實都是追上時代的 很多那些量化金融啊 說的是推移的領域啊 甚至是人工智能等等 那但是其實一個社會裡面呢 這些這樣的人才的即時需求不是那麼大 就是你現在那個經濟都在轉型 就算在相對先進的 比如美國那樣 他這方面那個人才的需求都不會十分大的 還有很多都是在要藍領 不是白領 甚至不是這些那麼高技術的東西 那你這些高技術的人才 除非你讀到很厲害 真是上級一兩層 如果不是的話 你這樣讀學位出來 可能那個幫助就不是那麼大 無用無知地 就是他們有的技能發揮不了 就變成又不肯做藍領 就過人浮於事了 所以現在都有堅持的 譬如之前十年前都很流行的 讀什麼量化金融 大陸也有一堆有根肖流讀 讀完之後 你現在跟外面罵了就沒有金融 就是有跟萬利時 變成這些人其實就很慘了 所以有很多這些失業 其實就不是純粹說流失的問題 他那個結構轉型班人 就是讀了一些不合用的東西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 是啊 但是今年大學畢業生 人數是達到創紀錄的1180萬 在中國他們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 剛才都說了 因為這個又有各種原因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什麼導致了中國青年失業率 是創這個新高呢 我想如果你關注的都是那個失業率的數字 首先這個數字我不說是真的 你們18%這個都肯定指的 因為你只是坊間問 不是說10個可能有4、5、6個沒有東西做 如果10個有4、5、6個人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就是這件事就不是這樣的 這個也不是說純粹轉型會導致 因為轉型呢 它那種變化都相對漸進 雖然你現在這個AI浪打起來都打得很快 但是你很多舊有的東西 或者一般中低檔的人才的需求 其實都不是說這麼低的 都不是不領 尤其是你肯做一些服務 遙一南嶺那些招街是有的 不會沒有的 不過就是第一就是可能人工的問題 就是你如果賺不到錢的 就是現在外面已經選了人工 或者就是差得很厲害 變了有些人就是心態差點 可能找一找不找 就是他講的堂平 另外也都有一班人就可能 就是時代不同了 但是一些年輕人的心態打算就 然後就見一步走一步 見一步走一步 就是享受生活緊要過上班 都現在年輕人有些這樣的心態 令到就是這件事成為一股潮流 變了就是如果你當那個 那個以前日本的瑜伽做 現在的堂平成為一種風氣的文化的時候 就其實這個影響會大了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 就是整個失業率去到四五十百分之以上 這個一定是那個經濟有一些很嚴重的東西 那這些大嚴重的東西是誰都看到的 就是那個樓市那裡出了那一回事 那你整個樓市那個滲透到經濟的程度 那麼高的時候 你又不止血的 就是你見到政府有得它就跌一跌 那這裡跌的時候 當然那個帶出來骨牌效應就厲害了 所以剛才那幾個因素呢 我都是以最後一個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你如果說純粹是那個轉型 或者是那個風氣的問題 就都會令它升到一個催星 但是不至於這麼厲害了 如果你升到去有一半人沒什麼做 這個應該是整個經濟有些東西難得很厲害的 這個原因 是 那就世界銀行在昨天就發出警告 儘管北京是追出這個刺激經濟的措施 但是都不足以改變中國的長期的前景 是非常之不樂觀的 所以說細銀就預計中國的經濟增長 將會在2025年進一步減弱 並且對東亞區域的經濟 是造成額外的壓力的 博士怎麼看呢? 我想它的經濟增長很大的比例 都是地產大動的 如果不是你不會看到 全世界都在說三幾個百分之增長 它可以有十個八個以上的 曾經最高是十五的 在07的時候 那你一定是做了很多事情 世界工廠做萬力那份 兼且你在地產那裡 不只是蓋當年的樓 蓋上未來十年的樓 一定是做了這些事才可以有條數這麼大 但是當你現在沒有世界工廠這個角色 就是不用做萬力那份了 甚至你自己那份 因為你自己的經濟都不行 自己的經濟都不行的時候 那樓也都之前建了很多 是不是? 之前可以建還是未來十年 現在就過去那十年都沒有消化到 那你當然就... 可能未來十年都不用建 那你一計之下 你就發現根本是將來那個生產或者供應 根本就不需要了 是不是? 外圍不買你或者你自己的樓太多的時候 你不用做事 不需要生產的時候 那當然GDP就不會見到人了 不過你這個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你說這些小銀的估計就是基於它的數據 這些數據就是大陸給它的 就是你都是拿回大陸的官方數字 那官方數字告訴你現在還有5、6%GDP的增長 我不知道怎麼弄出來的 但是現在大陸很明顯是處於一個收縮的狀態 那一個收縮的狀態告訴人GDP有5% 其實這是很匪夷所思的 其實他用說是說水份 我就索性說它是假的 就是這個數字你根本是怎麼圍都圍不到出來 所以如果你基於一個假數字去預測將來 或者可以或者不可以 其實意義就不是很大 那麼這個周期其實會長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說到小銀慣經預測那些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覺得又不需要看得不遠 就是之中 如果你是樓市地產帶動的周期 你走幾年就應該要走完的 照計 但是如果他長遠來說 他走回大鑊飯毛澤東那套模式 那就另講 現在這件事就申訴比較新一點 是 那全球都關注這個習近平 習近平邦局的經濟政策就再一次暴露了 治標不治本的急功近利 表象范榮就掩蓋不了消費萎縮的真相 是的 博士怎麼看這一點呢? 沒有大陸或者很多極權國家都是慣經的 他們用一個包裝做面那一陣 譬如北韓那些就是 面頭做得很好看 裡面爛 這是他們慣常的手段 其實都是慣性做假 沒辦法 因為始終裡面的東西不行 你不行的時候 你又要 第一 死要臉充大頭鬼 打中臉充肥仔 這個唯有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第二 都有一些騙騙騙的成份 想讓人家再投資 放一些錢下去 那你一片爛漿當然就沒人理你 那你怎麼都要製造一個星市 製造一個牛市出來 就是假的都有人受諾的 是不是? 那些人不介意 不過如果大家知道你的東西是假的 就是打中臉充肥仔 打腫了都是腫了一會兒 跟著燒了腫了都不是肥仔 是不是? 所以沒有什麼作用 那個持久性很低 現在你這樣 譬如說硬去托市 就是大家都有眼看的 基本因素是沒有變的 不是看看你托了多久 你威水 托他兩季 不行的 托他兩個月 甚至兩個禮拜都能找完 就是這些其實不… 你對外面來說 它也會有錢湧過來的 陪你瘋了一會兒 但是瘋了之後 其實都是會散水 散水的時候所謂的打號原形 你再距離來說 它也可能目的是這樣而已 有些東西要勾一勾 因為現在的東西你爛得太過厲害的時候 那些違約潮屬於高峰 當然是突然間一堆要倒閉 它很大劑 你香港也有一堆的電所店倒閉 何況它是不是? 如果你突然間整堆倒閉 它現在來到這個位置很關鍵的 那它就找些東西 衝起一下 像那些垂藝那些幫他打一支補針 那個局局突然間醒一醒 睜一睜一睜 除了這樣之外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很長… 就是長線的基本面都一定是照舊的 看法 你本身有錢就花 沒錢就自然不用了 不會因為你焗這個市場 消費會突然多了 就是這個世界沒有這麼神奇的事情 西方都做不了 日本都做不了 別說它了 是 但是習近平當局的政策 真的一樣是這樣 一雙呈現 只要通過短期的刺激 就可能繼續維持漆口的繁榮 但是顯然 這個就以這個現實是脫節的了 就不可能實現的了 習近平目前所採取的政策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就好像很有效 就好像剛才說的 但是頭痛衣痛 夾痛衣腳的行為 有評論就認為這個是不適當 怎麽樣的 政策將引發更大的經濟災難 是的 那更大的經濟災難 是不是 就是說這個真的很不行呢 是啊 博士 我猜它不會怎樣引發什麼災難的 因為現在你夾高它 扔下來了 其實2015年也試過一次的 因為時間短了 不是太多人能跟得到的 如果你說你慢慢升 就很多人跟了風去進市場 你一個高位扔下來就受死傷慘重而已 但是它現在不是嘛 你突然這樣夾上去嘛 就是三五七天已經升了 不知道它去哪裏 其實很難跟 你跟不到的時候 那些人都沒有進市場 都沒有發覺 那你扔下來就應該沒事的 因為都是那小數 走一次就幸運 走不像那些就不幸運了 就是這樣 它這樣夾其實是不至於會導致一些很嚴重的後果 但是也都看不到一些很具體的作用 或者很長遠的作用更加沒有 所以如果你現在一次沒用 那你再禮的話 其實第二次都不 大家都已經滑了 沒反應了 是 謝謝博士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